大家好 我是维国庆 您想成为旗鼓赢家吗 欢迎加入我们 一起使用大幅线和SOP 让您期货和股票的操作更有信心 看完我的影片 请按赞 订阅和分享 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二的赢家攻略 我是维国庆 昨天台股大涨了300多点 强势突破了月线 昨天突破月线之后 我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地方一月 不管是过年前也好 过年后也好 这个多头行情会走一波出来 昨天大涨之后 我也跟你强调了 因为短线一下涨了300多点 所以短线上就是指今天 难免会盘会上下震荡一下 今天的加权也确实在 平盘附近上下震荡 但是震荡你不要紧张 后悔你不要紧张 这个波段会继续往上走 我跟各位讲 其实昨天台股大涨300多点 可是你去看融资余额竟然是下降的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在这个地方 其实多数的散户仍然在心里面 并不真正看好这个盘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多数的散户其实还在观望 甚至一上去就卖股票 那我问你那这是不是个好现象 绝对是个好现象 大盘在涨的时候 融资竟然是减的 代表这个地方散户 多半还不太敢进场 也不敢这个地方往上做 所以各位 那代表说这个地方 波段会持续往上涨 我这样讲 你听得懂 好 那所以还是一句话 过年前你要不要帮你自己赚个大红包 甚至过年后 这个行情当继续往上在发展的时候 你又该如何的操作 那这个 来这个 所以好吧 那再来这个盘该怎么看 大盘该怎么看 第二个 昨天台币不是开始这个 短线开始又开始升值了吗 那今天台币继续升值 各位 所有的条件在这个地方 这个台币升值大家都知道 那外资一定买超台股 所以你看昨天 之前外资都是 都是这个在 从今年 可以说从去年以来 外资一路卖超台股 但到了昨天 开始买 反手买超了300多亿 那当今天台币继续升值的时候 那外资会做什么动作 他一样会继续进入台股 买大型股 所以这个地方 大盘一定会继续往上攻 不过当然了 因为这个过年前 因为毕竟市场大多数的散户 心态是比较偏空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当然成交量 你不会看到很大 但是而且 大盘本身 尤其是个股上 在个股的方面 一定都是轮涨 或是震荡走高 因为这个地方散户 还不敢大量的进去追 所以很多的强势股 它不见得会每天大涨 但是会震荡走高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除非你是玩短线的 另当别论 如果你是喜欢做比较波段的话 在这个地方 强势股你要续爆 因为波段没有结束 当然如果说你是做短线的话 来回做是可以了 好 反正在这个地方 还是一句话 这个行情是持续往上走 好 来打包 我们先从大盘讲起吧 各位这个今天看到没有 昨天大涨了300多点 其实昨天在节目上 我会给你讲 我说这个短线涨这么快 当然这个在短线上 这个会稍微会震荡一下 那今天也就出来了 今天确实在这个就震荡一下 但是为目前来讲 再怎么震荡 目前14700这个地方 都已经是短线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也就是说 这个盘不论要 这个短线要不要继续震荡 只要这个加权指数 14700守得住 那这个叫做强势形态 听到什么 听得懂什么叫强势形态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当昨天大盘涨上来之后 我都跟你讲 我说那五日线就要穿过 五日线即将穿过月线 所以到今天 今天五日线 是很明显的穿过了月线 而且这个开口 已经在放大当中 通常当这个短级均线 从底部开始往上翻的时候 这个五日线或是十日线 或是月线 开口开始在变大的时候 这个反而代表 多头的力道是在转强 你听得懂吗 所以刚才我特别讲 我说昨天大盘涨 融资竟然是减 那你就代表 你就知道 到底散户目前在心里面 在想什么事情 那你做股票 你跟着散户反过来做 就没错 各位我希望你做股票 不是一个散户 你跟着为国庆 我带着你进去买强势股 带你做波段 当大盘在好的时候 我一定会带着你进去 有没有 各位每一个大盘 在大涨的波段里面 我一定带你进去 去买那些强势股 带着你做波段 但是反过来讲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为国庆 我也通常都是 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 会预告你说 盘是在走空 或者说股票跌破了大幅线 赶快先出场 各位我不是死多头 大盘我多空我都会做 我都会看 但是明明这个地方 行情就是要上涨 对不对 尤其你看 在上个 你记不记得当1月3号贵 在这个地方 这个行情涨第一天的时候 我问你 1月3号那一天 你对于后市 你看多还是看空 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一片在看空 因为行情从12月初 跌到12月底 对吧 当时美股也在跌 但是问题是你看 在那个1月3号第一天 元旦回来放假之后 我在赢家攻略 我跟你讲了什么 消底确定 消底确定 一月行情可期 当时指数在哪里 还在14000附近 就在14000附近 好 之后到了上个礼拜五 对不对 行情咚咚咚咚咚 开始谈到月前这个地方 我更是告诉你 多头力道是越来越强 多头力道是越来越强 这是上个礼拜五 给你预告完之后 果然那个礼拜五晚上 美股大涨 所以造成昨天礼拜一 台股大涨 好 那这个地方台股 这个地方就继续涨 我再讲一次 这个地方大盘 或是强势股 会震荡走高 这个地方波段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 听得懂吗 所以如果说你 有好的股票 你不要乱卖一通 除非你不是强势股 那链当别论 而且这个 我再提醒你 今天吴日线 也传过越线 那我昨天特别跟你讲 我说十字线 大概在两天之内 大概也会穿过越线 以目前来看 最快在明天 曼子后天 十字线也将穿过越线 会形成一个新的 在这个地方 一个短期均线 标准的多头排列 那各位 行情还在 问题是到底 从上个礼拜 从上个礼拜二 大盘在开始反转的第一天 要开始往上的时候 你进场都没有 各位 已经大盘到今天 你不要小看这几天 从14000点到今天 已经来到多少 14800 已经涨了快800点 一个多礼拜 可是这800点 这场景里面 你到底你股票 你到底你买的股票没有 你股票你赚了多少 11月就是因为行情 拉得很快 所以很多散户在11月初 来不及上车 涨了一大段以后 都跑到上面才 终于到了上面 忍不住了 到那种地方 跳进去买股票 买完之后 又是个高点 又跌回去 我再跟你讲一次 这个地方 这个波段才不过 刚开始发动没多久 赶快进来 后面有行情 你千万不要等到 过完年之后 到1月底 甚至到了2月份去 当大盘又涨到15000多 过了前高 涨上去之后 到了那种地方 你受不了想进场 在股市里面 你想当赢家 有个道理你一定懂 你必须比别人 能够更早一步 看得出来 到底大盘要开始涨 还是要开始跌 尤其当大盘要开始涨的时候 在第一时间 在第一时间 你要赶快进场 天哪各位 上1月上到那天 我给你预告 1月行情可期 当时不过在14000附近 专业今天已经来到18000这个地方 你看看 你看看 各位 来股市里面就是要来赚钱 你想赚钱 你就要比别人更看得懂行情才可以 那维国性 每一波 每一波 我是不是都在第一时间 当市场还看不懂行情的时候 我都在第一时间 我告诉你这个地方 行情要开始发动 再次验证给你看 对不对 再次验证给你看 再次验证给你看 好 那 这个盘今天上去之后 我刚刚讲过 目前14000这个地方 已经是一个很强的支撑了 那不过当然了 因为 这个 毕竟 但是毕竟过年前 散户再怎么样的心态 都不敢强力做多 所以我刚才节目一开始 我给你讲过了 这个地方很多的股票 它不会不见得短线 会马上一直涨上去 当然它会去震荡走高的方式往上走 所以会出现到 尤其因为这一波里面 其实资金已经回到电子股里面去了 你会发现到最近这几天 电子股的大盘的占比 又回到差不多五成六成 甚至七成这个地方 所以资金已经回到电子股 那 回到电子股 当然了不是某一只股票 或是某一个类股就一直涨 不是 目前电子股里面也是各个产业 互相在轮动 互相在轮动 是这样再走了 但是互相轮动 所以这个tempo你抓得住就好 而且在轮动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类股里面的个股的走势 也略有差异 怎么说呢 譬如说对不对 像这一波 当时从这个 从这个14000上来的这一波 本来在这一段里面 哪一个类股最强 面板驱动IC 对吧 当时尤其当时 有没有 当时14000要开始动就告诉你 来赶快面板驱动IC 会是这波里面 第一个拉上 拉上去的这个类股 但是呢 因为毕竟短线涨多了 所以对不对 像到了今天 这个面板里面 尤其上连勇跟天狱这两张股票 是大家比较这个比较喜欢 比较知道也比较喜欢做的股票 可是你看呢 这个今天天狱 还在这个往上涨 可是连勇今天就开这个 从昨天这个短线建高之后 反而今天开始有点在回 那为什么今天这个天狱继续涨 而连勇回呢 因为这一波其实真正最先发动 以这个面板驱动IC来讲 真正最先发动的 其实是连勇 是连勇 那有个道理你应该懂吗 先涨的股票先整理 整理完之后 换这个后面的股票开始整理 那先涨的股票整理完 而且继续发动 所以这两天反而 因为连勇先发动 所以这两天反而连勇呢 这个短线开始做整理 那天狱是从上个礼拜五 出现那根红棒 突破整理区开始发动 所以天狱发动的比较晚 所以到了今天呢 天狱本身它还在继续涨 懂得意思吧 所以就是说 这个强的股股里面 个股的走势是略有差异 我这样讲你听得懂了吗 所以这个目前来讲 在整个的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说你是这个 你看你真的分得懂 他们的tempo的话 你就可以注意到 这个每只股票 稍微有点点这种差异性存在 那如果你看不懂的话呢 那过来跟上微博庆吧 那简单讲 什么地方短线该怎么做 破单该怎么做 我都帮婚姻规划得好好的 你就好好的跟着做 你就轻轻松松 好吧 那这个 尤其这个 这个第三个我特别讲 尤其这个破断的部分 你跟着大幅线操作就好了 是这样子 再来 为什么这个地方破断会持续 当然了 因为大盘 光是从这个 从这个目前大盘本身的结构来讲 它目前就是个破断向上 这个东西没有改变 那因为只是说 因为这个均线 离这个短线 离这个目前指数太远 所以它会震荡一下 等均线拉上来以后 继续往上攻 就是这样走而已 那当然台币现在继续升值 也是个重点 对吧 那当然非半 昨天非半也是继续往上走 虽然说也是这样 短线击涨以后 虽然受个上影线 但是以非半来讲的话 因为非半跟台股 是关系最接近的 所以非半其实也在昨天的 在这个上个礼拜五的 上个礼拜五 它也过了这个 一根红帽 也把所有的那个 五日十日月线 也全部都突破掉了 所以昨天晚上 那个NASA跟非半就继续涨了 是这个样子 那美股等于说 在这个地方也在往上走 也突破了所有的短期均线 好吧 那台币 昨天这个开始 那个跳空开始继续升值 我昨天也跟你讲了 我说这个超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台币就继续升 那这个地方 台币继续升值 当然不是只有台币 一个在升值 如果说只是 如果整个的亚洲货币 只有台币升的话 那台币还看起来 还只是势单力薄 对不对 但重点是 最近的人民币 倒是升值的幅度 速度相当相当的快 那因为人民币升值 基本上它会带动 整个的亚洲货币 都在往上走 等于等于说 目前台币的升值 因为这个 有人民币跟亚洲货币 整体的在动 所以这个地方 台币不是就像个股一样 如果说 如果说一个产业里面 只有一支股票在动 那个通常玩不久的 但如果说一整个产业 它都在动的话 就像譬如 现在目前人民币跟亚洲货币 都在往上升值的话 那台币的这个升值呢 它的力道跟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那这个当然有助于这个台股 大盆就继续往上攻 看懂了吗 这个地方来讲 尤其当这个人民币 这个升破6.8之后 那这个意味着 这个人民币呢 已经从之前的这个贬值 已经进入一个重新 一个要开始升的 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好吧 这个地方已经升破了6.8 所以这个只要这个人民币 跟亚洲货币继续走强 那台币的往后的继续的升值 就不是势单利固了 懂的意思吧 对台股来讲就很不错 好 那这样对于整个大盘的这个情形 我希望你能够 各位在这地方 你真的不要怕 不要怕 这个地方行情再继续 你希望不要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不买股票 不守着 到时候真的穿过 15000多以上的时候 到时候 所有的散户都开始看多的时候 你反而该紧张 我跟你讲 现在散户都不敢看多 这样反而是最安全的 你听懂了吗 在股市你要当那20%的 赢家还是那80%的散户 你懂意思 好 那当然了 这个我刚刚讲过 其实目前大盘 在这一波涨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面板全东IC 仍然算是这个 算是主流的一群 所以这个天狱 今天的算股价算是继续往上走 我刚给你讲过了 因为这个天狱 因为其实这个联勇 是最早发动的 那天狱呢 是到这个上个礼拜四 这根红棒呢 才这个基本上来到这个颈线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到了上个礼拜五呢 来到这个颈线的位置 然后这个昨天 礼拜一呢 这个算是这个跳空上去 所以今天开始连续这样再走了 是这样子 那而且你看等于说 其实到了昨天今天呢 等于天狱在这个地方 算是完整的突破了这个颈线位置 看到了没有 因为它前面的高点是在这个地方 颈线在这里 那所以刚突破颈线 所以它基本上来讲 它的股价会先 会短线呢 会先继续往上走一段 那联勇是因为这个已经先拉了一段 所以短线先做整理了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这个 面板群动IC 为什么这一两天呢 这个基本上 没有继续往上走 反而是短线做震荡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已经他们已经全部公布了 12月已经收了 那各位我也在跟你讲 你看当之前联勇率先涨上去的时候 我也跟你讲过了 因为我说你看从整个去 就是我们把这个驱动IC这五家公司 都合并起来看 你看去年整个下半年 从7月到12月 看得很清楚嘛 那当时联勇第一个在发动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过了 因为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这个联勇跟这个瑞丁 都已经这个9月份 就看到营收的最低点 那尤其是联勇呢 10月份就从跳到68 11月跳到77 它那个营收回升的速度 在这五家里面算是最快的 算是最快 所以它的股价是一马当先先冲 那当然了 第一个因为短线涨多了 你看它当时 有没有从300块那个附近呢 联勇这一波 大概从300甚至300以下 在290 300那个地方 然后一路冲到这个前天 最后来到355嘛 你想想看 这种股票从300冲到355 对不对 等于一涨就涨了50几块 微游现在会员就买在 那个300几块那个地方 到350几 我带着会员 我现在做了一部分的获利嘛 我这样做股票 就做得轻轻松松 300几块买的 对不对 到这个昨天在350 353 354那个地方 叫会员先获利了一个部分 不过当然因为波段没有结束 所以我留了一部分来做波段嘛 那这样做是不是够轻松 好 那为什么这一两天 这些股票开始短线稍微有点震荡 我说第一个 因为短线涨多了 技术面本身就有整理的压力 第二个 各位看我继续讲 那个莲勇啊 11月来到77.78亿嘛 那最新公布说的12云收 哇 莲勇啊 12月比10月 小小当了1000万 那当然因为12月没有比11月继续高 那最当然 所以你看不论在这个营收来 就是以这个基本面来讲也好 或从技术面来讲也好 它短线因为长得比较多 所以反而在这个地方 联永啊 这个开始哦 短线有点拉回 但是跟12月营收没有比10月多 当然市场就说 哎呀这个差一点点 所以股价就开始有点回嘛 但是回没 但是回基本上只要这个 五日线十日线 尤其是大副线 尤其大副线 没有跌破的话呢 那其实它的波段行情 并没有结束哦 嗯 那你手上六年永的话 你想知道大副线在什么地方 我欢迎打电话进来询问 好吧 那天狱也是这样 其实天狱啊 这个它是在去年10月份 看到营收的最低点 那11月跳回14亿多 不过当然它12月 其实也比10月稍微低一点点了 11月是接近14.5亿了 那12月是14.2亿了 其实也稍微比10月低一点 但是因为它的股价是后发动 尤其是因为刚刚突破这个颈线位置了 所以反而今天的股价 并没有马上拉回 反而是多一个强势整理 看得懂了吗 那基本来讲大概都是这个情况 大概都在差不多 所以这目前量大概这个 反而是敦泰这个12月营收 还比10月稍微高一点点 好吧 只是目前那个 去年5家公司啊 大概它的营收到去年12月底呢 看得出来大概的变化 尤其因为市场的重点 是在联勇跟天狱啦 所以我特别把这两个公司 它的这个营收给你特别提 我想这样你就大概总 目前大概整个的情况是怎么样 基本面技术面 都能够把它掌握住 筹码面也是一样 好吧 好那这个是库存 我不谈了 因为我跟你谈很久了 这个区动IC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波强 因为其实他们的库存 落到在去年第一季第二季 对近建高点之后 开始已经消化掉了 好吧 这个我不谈了 因为谈很久了 好那这个 今天天狱的 就继续往上做表现 那另外之后呢 那当然会 其实今天这个 这个过去两天呢 我也跟你谈了 我说这个除了 除了这个面板 区动IC 率先往上涨之外呢 其实昨天我也跟你谈了 我说来再来你注意哦 有个类股叫做PA的 对不对 这个功率放大器 这一块 我昨天还特别跟你谈到这个全新吧 是吧 因为全新呢 是在这个 在上个礼拜五 这个在我的大幅线 重新出现了 这个71块4 出现了现在买讯 所以果然昨天就开始大涨哦 昨天就开始大涨 那当然 我又说 但在会员挑进去以后呢 我昨天也特别跟你谈这个全新的吧 昨天赢加攻略 你看了吗 有看最好 那我特别跟你谈 我说这个因为在PA这一块也是一样 就是说这个 因为这个 因为在这个手机的 因为在这个手机这个PA的这一块啊 因为本来市场也是想说 哎呀 去年手机 大家都说手机库存太高太高 很多零组件库存太高嘛 但昨天我也跟你谈了 我昨天不是跟你看了一则 那个就是PA的那个讯息吗 其实这个PA其实跟这个面板全新一样 根本去年在差不多第二季 第三季啊 库存也已经进到高峰了 之后其实库存也都在去化当中 那目前尤其在这个中国大陆 他们那些手机的那些厂商呢 他们目前的库存呢 已经回到正常的六到八周的那个库存 所以库存的水位已经调整到一个正常的水位了嘛 所以再来 那当然今年不论怎么样讲的话 反正这个随着这个新的手机 跟这个慢慢的消费力道重新回来之后 那当然对这个 尤其对上游的这一部分的需求 慢慢开始拉货的情况 会开始重新出来嘛 那尤其因为这个全新又是这个最上游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不管是文貌 或者像这个红捷壳 都算是比较中游的 因为他们所需要的这些 这个所谓的这个晶片呢 还是跟全新去拿的嘛 所以全新算是最上游的部分 所以各位其实这个PA这一块呢 不单昨天开始整体动 其实早在 当时在11月那一波里面 这个就是当时10月6号 出现大幅性出现新的波段买讯了 之后呢 从11月开始 这个11月大盘不是前面这一波涨上去吗 所以当时的全新呢也涨过一波 而且它涨幅还不算小哦 在这一波里面 我已经带着回应 我们全新已经去做过一波了 我说当时11月要是你有看 人家功能你就知道 其实全新我们前面已经做过一波了 还做的还不错了 我也卖在一个相当高的位置 好 那重点是后来在12月中旬的 12月7号因为当时大盘就跌回来了嘛 在跌的过程当中 那全新在12月7号也出现波段买讯呢 其实我们已经早就已经获利了结掉 我并没有等到75块出现卖讯了 然后反正出现卖讯那更好 而且等它这个把这个短线的整理 整理完之后 到了上个礼拜五 在71块 在这一根出现新的波段买讯 所以果然昨天就开始往上冲 而昨天冲上去我特别跟你讲 我说那你看哦 股价一冲有没有 大幅性也开始跟着往上拉 在这两个地方 我昨天跟你讲 我说来 再来就看大幅性呢 那到了昨天大幅性就已经 这个第一个已经停留在78块多 将近78块半这个地方嘛 所以我讲说来 基本上你就看看这个大幅性第一个 78块半这个地方的第一个支撑 你看所以今天的最低点 达到79块1呀 那既然大幅性在78块半那个附近 所以它那之后 又开始往上盘中又给你拉上去 今天其实全新 还在继续创短线这一波的新高 看到没有 大幅性守在这个地方 看懂了吗 所以这样做的 这样来讲 做股票有什么难呢 对不对 任何一支股票 我说真的啦 任何一支股票 这个股票 有想有进化 你一定懂 对不对 这个在股市 只买只买 你百战百胜 尤其是 你做股票 只要你先不被套 为什么股市是二八法则 因为绝大多数的散户 股票买完以后就被套 如果你买股票被套 那真的不用讲 对不对 你有再多的钱 你就是一路就是耗在股市里面 但是做股票 不管你做哪一支股票 只要你能够掌握每一支股票 它的波段的起涨 波段的起跌 只要你股票不被套的话 那你永远 你的对不对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只要你买股票 不是一只一只被套的话 你在股市里面 你永远都有资金 你永远都是一个赢家 对不对 所以我说也是一样 对不对 一样嘛 所以我说你看当全新 当在七所这个地方出现卖讯以后 波段也是一路都跌到六十几块区 对不对 当时出现卖讯 其实我当时回应 其实早早就已经先获利了结掉 就算你所说还有全新 那当你看到这个卖讯的时候 你赶快先出一趟 出完以后 让它去跌 那跌得更好啊 对不对 让它去跌个够 然后重新的买进去 重新跳进去买 享受下一波上涨的赚钱的乐趣 不都是这个样子而已吗 对不对 股价出来以后 当然通常出现买讯 它不见得马上涨了 因为当时大盘也不见得好了 当时10月份大盘 是跌到11月底去 所以跌到10月底去 所以当时 它在10月初出现买讯以后 因为大盘不好 所以它的股价也没有马上就上去 因为 但是10月份 使得大盘拉回 股价回到大富线这个地方 也就是这个低点 也没跌破大富线 所以这个地方反而又是个最低点 之后11月开始 大盘不是重一波 它就跟着就上来了 对 你懂这个意思吗 什么地方已经出过买讯 但是因为大盘不好 回到大富线没跌破 Bingo 这就是比大盘抗跌 那就是未来一波的强势股 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它11月 涨幅还不算小 蛮大一波的 那这个地方 出现新的买讯讯 这边开始跟着继续涨 好吧 那 关于这个PA的部分 这个我昨天就跟你谈了嘛 我昨天就跟你特别讲了 我说 其实你一样 你看他们目前是三家公司 文貌 红杰克跟全新 其实这个去年11月 这个全新已经看到 营收的低点嘛 然后你看 12月就已经开始 这个又开始重新回到 1.81以上 有没有 这个营收也开始上来了 那红杰克也是一样 这个10月看到低点以后 慢慢就上来了 反而是文貌 12月还看到 这个 这个去年下半年的 一个营收的低点 所以我说文貌 你暂时不要去碰 是这个意思 而且我特别跟你讲 我说以这三家公司来讲 因为前三季的EPS 早都已经出来了嘛 那跟股价去比一比的话 我昨天就跟你讲 我这三家公司里面 那这个全新的本益比是最低的 本益比是最低的 那它的CP值是最高的嘛 所以这三家里面 为什么这一波跟11月 都是全新 最先拉 而且涨幅是最大的 看到了吗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说今天微微信 我一直讲 我帮会员挑股票 不是闷着眼睛乱挑一通 一定都是 我一定都是 当一个产业开始要动的话 我一定会从基本面去看 那这个产业里面的 相关的公司 到底哪一家 它的这个条件 是最好的嘛 因为每一个产业里面 都有很多家公司 你不可能每只股票 都进去买嘛 所以一定要去想办法 去选出那个里面 最强的条件 最好的一直出来 那我就在做这件事情了 我的团队 在做这件事情 比如我想今天 微国庆以我在股市的经验 不管是基本面 就顺便筹码面 或是我的团队 研究员加起来 我相信我们一定有 有比你更大的力量 更多的时间 去仔细的看每一只股票 它的这个条件 然后重点是 OK以后的话 另外再透过大幅线 来操作 这样就够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全新果然 又是一马当心往上冲 不但前面已冲的最多 这波到今天 还在创作短线新高 所以我一讲 各位你过来跟上微国庆 跟上我的大幅线 你做股份 你会做得好轻松 有没有 好吧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京居 今天一样 盘中的高点 今天盘中60块 已经过了前面的高点 因为前面高点在59块7 那今天盘中高点 已经来到60块 准备要挑战前高 虽然说 这个地方难免短线 会震荡一下 但是基本上 有没有 说这个当 尤其当每一波电子股 在往上涨的时候 PCB绝对是有份的 但问题是PCB 到底哪些股票 因为PCB上周下有很多公司 一样你要去 去细调里面 条件最好的那一两家 那我说最重要的是 那个CCL对不对 那京居你看 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一波一样 从他们50块钱这个附近 到今天也来到60块钱 这个地方 所以来讲 短线上其实也涨了 一张就 你要 跟上微国庆的话 当时在这个地方 50块这个附近 一上来 一张也是1万块 好吧 那这个是目前在 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 我都讲了好几天 我今天不再花时间 讲这个东西 另外当然了 我讲我目前来讲 因为大陆那个 所谓的这个造源的 他们之前不是 疯狂的砸钱去 这个支持所谓的半导体吗 可能后来 因为目前很多的情况 他们现在已经 不那样砸钱去 这个搞半导体了 所以呢 反而对台厂来讲 那半导体的厂 尤其是成熟制成来讲 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今天这个世界先进 盘中的高点 也算了短波新高 那当然之后 创新高 当然短线稍微震荡一下 好吧 各位那很多 关于这些来讲的话 我多这个 这个还是一句话 这个 跟他维国线做股票 我从这两个条件 从这个去 精选每一个成业里面的 那个条件最好的股票 挑出来 给会员给你 然后让你能够把 都能够抓住 那些比较强的股票 再透过大富线 对不对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是个进场的位置 什么地方是个波段 这个波段起挡的位置 什么地方是波段 要跌的位置 帮你大富线 帮你抓的清清楚楚 做股票 只买只买 百战百胜 我想这个道理你一定懂 跟上为国线 你起码股票 不要被套在高点吧 你也只要股票 不要被套在高点 你已经是半个赢家了 对不对 这在透过大富线 跟随着这个买讯 开始一波波操作 跟随着买讯 跟随着大富线的低点 逢低买进 这样一波波做的话 那你不赚大钱 那谁赚大钱 对吧 好 赶快 这种地方来讲还是一样 跟上为国线 这个1月份要放假 没有关系 会期2月才起算 以及现在加入 你要赶快来领取 这个万元大福袋 这个大红包 那好吧 一句话 做股票 这个地方还是一样 行情在这个地方 趁着目前散户 都还不敢大量介入的时候 你要赶快进场 不要等到将来涨上去以后 到了高点 散户开始一波风的进场的时候 反而是你该开始出场的时候 为国线股票 我就这样在操作 跟随着为国线 跟随着大富线 你成为一个真正 在股市里面的一个赢家 OK 做大家顺顺利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